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3年年会上 经济专家吴敬连指出 过去数十年来保守估计 大陆一些政府部门因为都市化运动 赚进了至少30万亿人民币 他认为如果土地产权问题不解决 各级政府会继续使用旧有的办法来支撑城镇化 最后演变成大拆大建的造成运动 大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经济学家吴敬连 3月23号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 严厉批评了中共的造成运动 吴敬连表示 过去数十年大陆当局从农民手上取得土地 再将土地转卖给地产开发商 从中赚取差价 最低估计有30万亿元人民币 这个数字是很小很小一个比例 因为中国现在房地产的这个整体的这个价值已经是巨大无比了 远远超过美国的房地产的这种价值了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觉得这个估计是很保守一个估计 而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会议中指出 推进城镇化的关键是土地制度 郑永年说 大陆现在的农村土地制度是集体所有制 土地表面上看是农民的糖僧肉 谁都想吃 地产商地方政府想吃 上级政府想吃 但是主人 农民吃不到 据报道 中国土地管理法规定 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偿费的总和 不得超过土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30倍 以一亩农地每年产出2000元人民币计算 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最高也不过每亩6万元 但随着房地产市场的快速膨胀 一些土地的拍卖价格已经达到每亩数十万元 甚至数百万元人民币 农民拿到的补偿金还不到十分之一 征收的政策通常也是按当前土地使用的价值来整 比如说北京郊区有一块地是种玉米的 它就给你补偿十年一盘玉米的钱 然后征用了以后转手 它就高价在用拍卖的方式到房地产市场拍卖 整个这个过程中几乎是空手淘汰 那么赚钱 这个事情不光就是在北京 其实全中国各地遍布这样的事情 住在广东的农民工曹伟渊表示 中共的造成运动是变相的剥夺农民工的权益 推行城镇化 耕地面积势必大幅度减少 未来人民吃什么 曹伟渊认为 中共当局应该将农村土地制度私有化 让农民自己处置本来属于他们的土地财产 而不是现在看到的农地被征收 农民工只能往城市打工的命运 我觉得他们规定这个农村土地集体所有 实际上还是为了最终的控制农村的土地 人家集体所有的控制权 掌握在这个村里面的党支部书记 村长的手中 然后他们通过这些党支部书记 村长可以随便来对这个农村的土地 形成一个控制 将来的农民都转到城市了 然后剩下的土地都给他们随便去处置了 这简直就是非常的不合理 你整个土地没有私有化这样的过程 土地是国家垄断 所有的土地价格是国家定 然后城市的哪个地区开发 都得政府批准 这样的过程基本上是政府阻挡一切的 所以说你没办法真的实质上的改革 日前吴静脸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他作为一个研究工作者 研究事情发展的规律性 顺应历史潮流 能够做多少做多少 但是他可以很清楚的认识到 中国未来的经济 不改革的话 将是死路一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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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